明朝永乐年间,安徽人杨春和乾陵从小就是好朋友,长大后他们合伙做生意,由于两人都很本分,因此合作起来也很愉快,最后谁也离不开谁了。 有一次他们去北京做生意,结果回来的时候乾陵不幸生了病,找了好几个郎中都没有给治好,最后就病死在这邯郸,杨春让人迅速回老家报信,自己到这棺材铺给好朋友挑上一口上好的棺材。 他看中一口后,棺材店老板要加二两银子,虽然贵点,但是为了让朋友能够早日入土为安,杨春就答应了,刚要运走这棺材,结果进来一个黑瘦黑瘦的老头,往这棺材上移坐,说至少要四两银子。 杨春自然很生气,看了一眼老板,但老板苦笑地摇头,表示没有办法,他想老头不可能总在这里,盘算着第二天再来买,于是转身就离开了这棺材店。 这天晚上,杨春睡在楼上,钱铃的遗体停在这楼下,忽然楼下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,杨春一看,钱铃竟然直挺挺挺地站起来,一个台阶,一个台阶地往上蹦着,他吓得魂飞魄散,赶紧躲在了这床底下。 钱铃,钱铃上楼后,直挺挺地在这屋里转圈,一直等着窗外泛白,才蹦蹦跳跳地跳回到这楼下。 杨春啊,一晚上没睡,哆哆嗦嗦从这床底下爬出来,赶紧跑到这棺材店,四两就四两吧。 他刚掏出银子,那个黑手老头又从门外走进来,四两不行了,你害我昨天晚上累了一宿,至少得六两银子。 这趟生意本来就没赚多少,再加上杨玲的事情损耗了很多的钱财,杨春这兜里只剩下不到七两的银子了,都给了他,那接下来的路程可该怎么办呀? 杨春啊,这就要崩溃了,他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,冲天大哭,忽然他眼前出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。 老头说道,你就是那个买棺材的人吧? 杨春说道,是我,那个黑手的老头叫棺材虎,专门啊,赚这棺材钱的,一口棺材,不管买多少钱,都要分一半给他。 可是,我真的没那么多钱呀,杨春哭着和这老者说道,没关系,白胡子老头拿出了一根鞭子。 这事啊,当年吴子虚鞭打楚平王尸体时用过的鞭子,如果晚上,钱灵的尸体再站起身来,你就用这条鞭子抽它,第二天,你就可以花二两的银子买到那棺材了。 杨春回到旅店,夜里这钱灵,果然又站起了身子,于是杨春按照老人的指点,挥起了这鞭子,就冲着钱灵,噼里啪啦的抽了起来,钱灵果然应声而道,天又亮了,杨春啊,又到这棺材部去了,店老板说,小兄弟,太谢谢你了,昨晚啊,那棺材胡死了, 他终于啊,不再祸害我了,棺材还是二两银子,你拿走吧。 杨春很惊奇,问老板事情经过,老板说呀,这棺材胡会邪术传说他能赶尸,可以让这尸体站起来走动,附近人死后,他的亲戚都会来这店里买棺材, 然后他就抬高棺材价格,然后强行从中分走一半的钱,幸好昨晚呀,他抱病而死,否则真不知道还要祸害我多少年。 杨春将白胡子老头送鞭子的事情,跟这老板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,老板忙带着他去看那个棺材胡的身体,果然他身上有很多鞭痕, 有人说那白胡子老头是土地公公,实在看不惯这棺材胡,才让这杨春抽死了他。